碧莉国豪中 他是名字香港的自由摄影记者 他曾经在香港进行过一个 关于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专题工作 他记录了身边的种种事情 小字家族的最长环境 大致地区的庆祝事情 也被他一一记录下来 并且让大家反思香港回归后的环境 到底事后是坏呢 在之后他又来到了台湾 并进行一个关于台湾法是恐怖时期的专题工作 并记录下当时楼上一些东西 譬如简介石的铜箱 以及受害人的遗述等等 并让人反省当时政府是利用什么方法 去控制人民的思想 并且让他们了解到 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背景脉络 他想怎么去表达自己 或是怎么去被表达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对不对 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某个明星 我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讲香港人 他是香港我很开心 那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那个联系是什么 为什么他说他是中国人 或者他是香港人 会让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中间一些无形的联系 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用一个照片的方法 把它显示出来 他刚刚提到的是 关于他的新的专体的一些创作灵感 然后他也对于香港的改变 有他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香港的改变 当然他在可以看到的事情上面 他的改变是很快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建筑 我们的立法会里面的议员 他很多东西改变 都是非常快的 这两三年 可是他总体的是没有改变 香港作为 这个城市 作为一个地方 他跟中国的关系 他总体来讲是没有什么改变 这是从1997年或是之前 中国对于香港的发展 他的态度 他有不同的向下向下 可是他的方向是 一直往这个方向推进的 比利提到 虽然改变的过程一直在发生 但是却是十分微小 因此他提到他也需要用到 不同时间以及不同地点的照片 和一些档案去呈现 让看得人更加容易去了解 整个改变的环境以及氛围